悠悠 那边都盯着检查完了吗 都已经调试过了 已经没问题了 放心 厂内那些布置 你都检查了吗 都已经检查过了 要注意一些细节啊 好的 都好好喝啊 我给你 谢谢 稍后大家都坐牌了 随便吃 随便喝 谢谢宝贝 爸 你们在这儿先找会儿像啊 我去招呼一下他们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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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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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大寿星来了 小姐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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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开车了吗 我今天不会开的 因为我喝酒 那你多喝点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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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谢谢 你们自己坐啊 胡佳 胡佳生日快乐 谢谢 你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男朋友 梁振贤 你好 生日快乐 你好 终于见到这人了 有那么懒吗 我就协任一个啊 这位一定是 许设计师吧 许幻山 你好 梁振贤 你好 开车了吗 没有啊 那能喝点酒吗 好啊 好 我们来喝点酒 好好 你招呼好他 好够 不休我起来 早就好了好吗 来 倒点红酒 对 我来 这个是梁先生 你这布置得真不错啊 大手笔啊 都是许设计师弄的 挺有心的 小秦呢 我刚跟他发了个信息 他说路上耽误了会 要不然今天子杰他们玩会 我去给他打个电话 子言 我这刚完事 然后我现在叫车过去 你们别等我该开始开始啊 好 姐姐 这次事情这么顺利 我的功劳不小吧 对 功劳最大 行 那明天上班见了 好 我能不能搭你一个顺风车呀 去哪儿啊 绿地公园 这么一个 顺路才叫顺风车 这跟我回家方向完全相反了 那就当我没说吧 上车吧 谢谢 我收费可糟啊 时日到了 扶住了啊 欢迎 伯父好 伯父好 伯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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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言 好久没见了 想了一个拍的特别的众 谢谢 谢谢 你自己坐啊 家姐会给你拿 家姐还说 太棒了 好 谢谢 谢谢 我先把礼物交给陈旭啊 一直听曼玲说顾佳特别优秀 今天见到我不虚 我平时不在这里的 曼玲有这么好的朋友陪着 我也放心很多 这么好的老婆是怎么找到的 我很喜欢听别人说的爱情故事 其实我觉得 每一段爱情都有它独特的味道 我们两个火药味 这你还挑三件事 你走起来没练习 你走得没气 待会儿咱们去吃 没事 没事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毛利塔尼亚 毛利塔尼亚在这儿 我先去啊 你门口等我啊 好 你没事吧 我 好像是有点事 你不会就是想讹我吧 没事 揍你 你也是志愿者啊 我不是 我是烟火编程师 烟火 你好厉害啊 我厉害 听着唬人 我们就是按照设计师的想法 把烟火燃上放的点 合上音乐的节奏 思路那么清晰 看来是真没事 我能去你吃根冰棍吗 那我得考虑一下 预警 盯着 你怎么了 有点紧张啊 没 没有 一点都不紧张 后天如果要熬熬火 顺利点燃了 咱俩就在一起嘛 那要是没点燃呢 那我就失业了 逗你呢 奥运圣火当然顺利点燃了 我不但没有失业 还取得到一个好老婆 这是让人羡慕的爱情的 你也不错啊 曼妮可不可 曼妮多好啊 你有让人羡慕的资本 好女人就应该娶回家 好好的 呵护起来 呵护是应该的 你们到哪儿了 顾佳姐 生日快乐 你是 我是庄小杨 周小杨在我手上 马上给你送到 你怎么这么讨厌呢 那行 你们快点啊 人都已经快到齐了 对了 顾佳姐 我为了赶时间一路狂奔 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 你饿你去那边吃碗面 又快又好 你怎么翻脸不认人了 那你也一块过来吧 已经挂了 寿星都邀请我参加生日宴了 你总不能不认面子吧 走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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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 参加顾佳三十岁的生日派对 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我和许子言 今天要演奏一曲 送给我们两个人最爱的人 演奏 一 二 三 你真的想清楚了 全职太太和家庭主妇 难道不是挂等号的吗 全职太太 中间有个职在好吗 那也是一份职业 之前你就为了许桓山创业 辞职过一次了 现在好不容易做出点成绩 你又要为了她牺牲自己 去退守家庭 哪儿来得牺牲自己啊 那我自从跟这个人决定结婚 我们俩就是一体的 都要为家庭打拼 你看 现在我们的烟花场 已经走入正轨 现在就轮到她冲锋线阵 我可以稳稳地生宝宝了 拉上 妈妈 谢谢 彤彤 这是我在最短时间里面 学会最简单的曲子 就想告诉你 十年前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找到人了 你还记得奥运圣火 成功点燃的那个晚上 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个愿 从今往后 我所有的作品 都送给你 我会用我一生去爱你 好 你看 谢谢老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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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的时候 没有钱 但我答应你的事 一定要办到 这是我答应你送给你的戒指 就像今天晚上烟花一样 独一无二 只为你三十岁的生日 就像今天晚上烟花一样 老婆 谢谢你 谢谢你一路以来 为了我 为了我们这个家遮风挡雨 谢谢你十年来 为这个家做的一切的一切 都刻在我心里 我爱你 我爱你 天啊 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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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浪漫了 这应该是爱情里最好的不要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们了 今天晚上要敞开喝啊 好好好 今天最深的快点找到男朋友啊 太好了 太羡慕了 谢谢 太好了 谢谢 你说帅就帅啊 他说你丑 不可能 我没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呀 你怎么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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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儿控股座 我坐这儿吧 你住我裙子了 晓晴 嗯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你说你跟顾佳 从大学的时候 你们两个就认识了 有没有什么时刻 会让你特别地羡慕 或者说是嫉妒的 一直都羡慕呢 顾佳真的是我眼见的美好 现在好像大多数人 都习惯地去负能量啊 或者是 爱关注那些不好的事情 可是顾佳真的是我身边 所有人里面 把生活过得最好的 她怎么可能会嫉妒呢 这就是我们小晴 最招人喜欢的地方 好 是不是啊 钟晓阳 我都切好了 给 那我去拿点水果 你吃嘛 好啊 钟晓阳 我呢 对姐弟恋没有偏见 但是小晴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姑娘 如果你不是认真的话就算了 我和顾佳呢 是不会看着她受伤害 受欺负的 我要是特认真的呢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夫妻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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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今天还满意吧 这是我过的 最满意的一个生日 那我以后每年 都为你设计一款 独一无二的烟花 给你清盛好不好 只要我们一家人 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我就满足了 那我们一家人的日子 肯定会越来越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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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 坐正了 我去办书住啊 好 证件都在身上吧 在 开不开心啊 我抓到你一手快瘦 我抓到你了 自己玩会儿的 老婆 我得赶紧出去一趟了 游乐园的时间表 已经安排出来了 我们的烟花燃放啊 安排在明天晚上 时间还挺紧的 我得带团队 过去布置一下 火药都运送掉了吗 老行压车 应该没问题 你们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 一会儿啊 我跟游乐园的人 对一下流程 你跟儿子在酒店休息休息 不然你们出去逛逛 中午我接你们去吃饭 行了 你就不用管我们俩了 你先忙活你的事吧 行 那我们电话联系 好不容易带儿子 来趟北京 不得吃顿烤鸭呀 奥特曼走了 跟爸爸再见 拜拜 拜拜 来 宝宝 你还没干吗呀 洗手 洗手 洗你的小脏手 来 我们一定要确定 每一个人手中 都有一个布置设计 但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老行 好 让他们把一区的 还有二区的 这个 按照这个设计图 往上整齐了 好好好 不能有任何问题 还有 这个信号已经连好了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万一出了问题啊 什么烟花放不出啊 没问题 按老回去办 那行 好 走 好 来 给我 你是女孩 别弄这个 我也想帮忙的 你别受伤 就是最大的帮忙 看着就行 好 好了 走吧 妈妈 我还能再玩一圈吗 你不都跑了好几圈了吗 怎么还要再跑一圈 走吧 回家吧 妈妈 你好久都没有出来陪我玩了 每次都是动作动作 好吧 那就跑最后一圈啊 谢谢妈妈 那您再待个好一圈吧 你们要是饿了就别等我 赶紧找地方吃饭 你安心工作吧 那我正好跟儿子二人事件了 晚点见 大家辛苦了 快来吃饭吧 好 有有 好 大家先吃饭吧 好嘞 大家来领饭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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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现在啊吃什么都想 好 给我一个 好嘞 谢谢 等会儿 坐吧 你的 谢谢啊 没想到 你还能这么随意吃和饭呢呀 我喜欢盯现场搭建 设计是一回事 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也不用自己去办这些 我以前刚接触这行的时候 和他们一样 做火药田庄 按照编程对角连线 只不过后来开公司了 慢慢拖回到屋里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的 不过我可时刻提醒了自己 不能闷头做设计 我这手啊 必须得要记住着火药 进行填装 你的作品才有质感 难怪你会成为 这么好的设计师 真有追求 追求谈不上 就是搬东西的时候吧 总喜欢跟去年的自己 做比较 你就拿这些箱子 以前我搬十箱都不带传的 现在八十箱就传了 身体退步了 还得锻炼 哪儿有啊 我刚才看到了 身材真好 小丫头 来 吃个虾 妈妈 我好喜欢你啊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啊 因为你经常陪着我呀 那爸爸去工作你就不喜欢爸爸了 也喜欢 但是我还是自己喜欢妈妈 那爸爸听见可要生气了 宝宝知道大人为什么要去工作吗 他在前买文具的啊 买好多好多文具 嗯 宝宝要知道 我们住的家呢 就像一个大城堡 里面住着爸爸妈妈还有宝宝 是不是 还有陈姐呢 对 还有陈姐呢 其实爸爸出去工作特别辛苦 他是要去打怪兽 但爸爸每次都会赢 然后给咱们家带回来一块砖 然后让咱们的城堡 变得又大又坚固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去打怪兽的 我也想打怪兽的 那你得多吃饭 快点长大 等爸爸妈妈有一天老了 走不动了 那就要你去打怪兽了 好不好 好 喝点水 其实你不用送我 我自己打车就行 没关系 我们家真顺路 今天你也辛苦了 回去好好休息 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这样我们就没白忙活 没错 你停这儿干吗 你看那边 这球怎么没气呢 这就是你非要停车的理由啊 你不说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踢足球吗 年纪大了 老胳膊老腿的不想踢了 是不想踢了还是不敢踢了 你今天说一定要亲自搭建的 不就是一青春那种方式吗 现在又说不想踢了 多矛盾啊 我答应我老婆不再踢球了 受伤了容易影响工作 生病了容易传染我儿子 像不像你 憋得气的 我现在给你带来 你带来 有相互的 好 你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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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来 你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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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